跟神龍有個比 欸神龍的也是蠻大的欸 看他想那個說 那個在預拍一看到 4萬日幣 像能到我老的打在床上不能動 所以我沒看 後面這個微笑 欸我們今天都沒有用櫃台之力欸 對啊 不然我們去櫃台之力抽了兩張 他就是這樣害我們一直抽啦 對啦很稀附啊 中計了 啊~~~~~ 各位好 我是沈潔 我今天在街舞金森的美車二店 我感到是四店 二店 馬上有四店 馬上有四店 對啊 走到門店啊 我今天要抽的是 這個是因為我幾乎不抽我沒看過的IP 然後這個我想抽是因為烙印勇士 其實烙印勇士我一直一直都想要看 但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等到我老的躺在床上不能動手在看 因為他作者老師已經去當天使 然後我一點點不太確定他有沒有完結 我雖然不知道他的劇情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在幹嘛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 悲慘壯烈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個就是達州 超大 巨到不死的 對啊 那小那個說 那個在預拍看到 四萬日幣 那我看到一萬台幣 那這個感覺 但是都是要包吐的吧 對啊 哇他真的很壯觀耶 對啊 GK雕像人士 對 對啊 目前看過最大的 跟神龍有個比 欸神龍也是蠻大的 因為撈兩次我沒看 所以人物的名字我不太知道 我會直接念日文 等一下 你這個都沒有介紹A 喔不好意思 就想抽了 對 A賞 GATZU 它有兩個 然後B賞呢 它是DORAH GONG KOROSHI 就是 一隻吧 它就是砍龍用的刀 然後他 他要跟A結合 然後他的A的手都可以換成拿這一把刀了 所以你 你抽到這把刀 無用用之地 然後C是很大的毛巾 你看他風格就是很黑暗那種 第一這個我不太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這盤就想 因為上來的 對 請觀眾幫我們解答 對 請觀眾幫我們解答 我就想要抽 我不喜歡這種陰暗的風格 E是 Z牌 因為它是很久以前漫畫 所以就是很像FF以前那種天野喜笑老式那種畫風 G就是 是吊飾 橡膠吊飾 那我當然是想要A B C D R 留這個籤子 有機會可以抽到 Lasso 注到衛動轉 第一抽 E 立台 雷果毛巾 有啦 刀 刀 你現在有刀囉 有點壓力喔 你退了 因為你A得抽出來啊 對我拔啦 刀叉那邊你就帥啦好不好 帥帥帥帥 G是那個橡膠吊飾 不是我抽的蠻紅的嗎 很好啊很好啊 又要開始 是我青色 第一次厲害 你知道這就像FF克老德 他那把刀叉在地上那種感覺 我壓力有點大 很像 F毛巾 想到那邊的就是他蹲 蹲點 有個教室 最後一抽 沒有壓力沒有壓力 C 立台 欸我們今天都沒有用櫃檯之力耶 對啊 不然我們去櫃檯之力抽了兩張 好 兩張就好了好不好 就兩張 就兩張 C立台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已經蠻多的 對啊 要抽嗎 你還想抽嗎 你還想抽嗎 沒有數抽 好 他就是這樣害我們一直抽啦 這很辛苦 重計了 哇 他真的 你看 我抽的 真的 他以後抽片 那個劍呢 哇賽你好猛喔 我真的抽他 我抽了 收工 趕快先開始 真的超猛的 我今天三支片都很多耶 對 你現在是一個歐氣爆棚的狀態 上點特效 對 我們先看小桑 首先是那個香蕉的 它其實就是一般的吊飾 然後 詭異的風格 對 這個羊真的會 欸羊好像有看到有事 我忘記有沒有看的 他應該會喜歡 但是我就不開了 因為就是一般的橡膠吊飾 對 它就是正方形的 好像 後面這個很像 立凱我就蠻想看的 立凱我就蠻想看的 就很喜歡這種 不是 因為我不會 我不是美術系 我看我講出來 我是那種類似 鉛筆 那種素描 插畫的那種感覺 這種復古的 我就很喜歡 但是很好奇 它的實體 坐在立凱上 會長什麼樣子 喔 懂 就很喜歡這種 很不錯耶 你有張力的感覺 對這種素描感 我講不出來那個是什麼東西 對 挺好的 那我們要來讓他們合體 我們要看一下 痛苦 就我們在裝這個的時候也很 蠻痛的 因為它很簡 然後它的 蠻蠻卡進去的 就是它會說 就是它 嗯 你知道一般反而是 做模型的 就有這個 這個牌的 M牌 這個 Misterize 哇 你看 喔謝謝 就是它的都是很好的 就是它的模型 做的超質感超好的那種 它整個 哇它整個 它 喔我實在做 想出來形容詞耶 它那種 漫畫的那種 筆筆 然後那種 透透的 生動的感覺 對 然後那個 披風那種感覺 然後它整個 這應該是它變成什麼樣型態的樣子 嗯 然後整個 黑騎士嘛 黑劍士 黑騎士 的那種感覺 它真的做得很好 很棒 它是超大一隻 真的很大一隻 超尖 對 它真的很尖 你要裝它你就要承受跟它一樣 痛 才能撞它 戴手套戴手套 對對對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B 它的B呢 它的做材非常的厲害 很有分量 然後它會刀就這樣架在這裡 讓我架好一下 然後重點是它的B 如果你只抽到B的話 它會附一隻斷掉的右手給你 對 啊如果你沒有抽到A 你就是這樣手放在這裡 對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抽到A 你就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現在這個是沒有拿刀的樣子 我們要讓它變成拿刀的樣子 好 那那個刀上去 整個其實就很好 真的 真的 哇 懂出嘛 我覺得就算你只有抽到B 也沒有關係 它就是那個刀的力架也做得很好 對 但是真的組合起來 那個氣勢完全不一樣 這個真的是 會成為我 我唯一沒有看過的動漫 但是會出現在我的收藏櫃裡面 因為太帥了 好讚喔 真的這個真的很厲害 感受到它那種 很 很淒厲很悲壯那種 嗯 那種感覺 對 我們剛剛發現 就是有提供D賞給我們看 也沒有抽到 但是可以看一下 那D賞其實也是 滿有分量的 然後就是這樣 它應該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好的 那這次就是 烙印勇士 我雖然沒看 但是一直想看 但是我一直很喜歡它的 我很喜歡它的 我覺得很喜歡那種 黑暗類型的故事 一直想要看 雖然沒有我看 但是我還是很不喜歡的 不過 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 不管是任何作品音樂 或是購賣幹嘛的 不是說沒看 或是沒接觸 就不能喜歡 可以喜歡它的風格 喜歡它的音樂 喜歡它Osp 喜歡它的畫風 喜歡它的故事內容 所以就是 喜歡的東西是 因人而異的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愛與包容 對 就是大家就 不需要 怎麼 就覺得 欸你沒看 你不算真正的喜歡 假粉 對 不需要這樣子 就是 我當然也不是說 只在為我講話 可是其實很多情況下 很多人 都蠻會這樣子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 多包容一下 就是 每個人喜歡的東西 都是 有不一樣的 呃 呃 呈現方式 對 好的影片到這邊了 這個我會自己 收藏起來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 小鈴鐺 掰掰 掰掰